我们来到山东齐鲁大地三年的时间 虽然在山东这个地区 包括当时我们公司在投资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烟台而没有选择济南 当然第二步为什么要选择济南而没有选择青岛 我相信每家公司的决策都有它的道理和背诊 就像各位做老总一样 您的公司很多的问题的决策也有您的道理 但无论如何来讲 今天我来到济南 虽然济南这个地方我上个月还在济南讲课 但不是我们自己公司的课程是其他公司举办的研导会 那么这次来到济南我的心情也确实不太一样 因为这次课程是我们公司自己在济南搞的第一次企业家论坛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亮相 能够让各位感受到我们公司的风格以及我们公司的做法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课程 我记得在2000年在香港 我参加了一个亚洲经济论坛 在这个亚洲经济论坛上面 当时欧洲有一个经济学家讲了一句话 虽然现在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但我依然记忆犹新 他说呀中国有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 但是不代表你有融入世界经济的能力 所以呀现在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企业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 与人竞争的时候 最终好像大多数的时候困惑的总是我 那么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成长型企业 我们很多企业有愿望 想把自己的公司做大 但是不代表着我们有做大的能力 前段时间我们在北京有一个研导会 其实我一个专家谈到了一个观点 非常有道理 他说啊我们中国的企业 第一要不就是做不大 对吧 没有办法做大 一旦做大了就做不强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原因 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成长的代价 就是成长的代价 所以啊今天 假如今对中国的切切每年很关注 您就会发现 每年中国的企业里面 都有一些典型的代表 就像武俊先生当年所谈到的 许多人之后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子 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个失败的代表 被大家拿出了所评论 对吧 就像那就像现在 像新疆德龙这样的公司 我相信大家如果注意媒体会发现 媒体特别财经媒体 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这家公司 对吧 这家公司当年是如此如此的辉煌 今天又是如此如此的衰败 今天又是如此的什么 回天法力 但无论如何来讲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 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烦恼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题 实际上标准的课题叫什么 叫成长型企业 的平静 与突破 那么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课题 那么这个课题也是我特意的 在这次来济南之前设计的这么一个专题 那么这个专题在没讲之前 要我们各位沟通一下 我这个专题是一个特别量身定做的 我把成长型的企业定位成什么 中小企业 那么中小企业 从数字的角度来讲 是三千万 到二十个亿 当然有人讲中小企业的概念是 三千万到五十个亿 对吧 我觉得五十个亿 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概念当中 二十个亿可能更恰当一点 换句话来说 我今天讲的课题有两个方面 涉及的将会不深 第一个是大集团公司的战略 以及大集团公司的管理 这个我涉及的不多 因为我今天的课程 包括我们今天到会的嘉宾 所邀请的都是什么 中小企业的老总 换句话来说 您大约可能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每年三千万到二十亿的营业额 那么第一个层面 所以我可能不会涉及到这个方面 那么第二层面 我不会涉及到什么 就是多元化的产业整合 因为我们今天所 包括后面的课程当中 所使用的案例 可能对各位来讲 都是名不见经传 但是对每一个行业当中 他们都是领导者和交交流 当然这些企业 还有一个最贵大的特点是什么 这些企业都是我们公司 亲自辅导过的企业 换句话来说 如果您是一个行业当中的 对吧 你马上就知道 我说这家公司 在行业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 但是这些企业都是什么 长长成的中小企业 他们最多是什么 二十家以内的丰公司 二十家以内的丰公司 像我们后面的例子当中 使用了一个 最多的丰公司是十六家丰公司 其他的都是什么 六家八家十二家丰公司 但更为关键的是 我选择这个例子 是选择了三类例子 第一类操作国际化市场的中小企业 第二类操作全国性市场的中小企业 第三类是操作区域性 名牌地区的领导者品牌 那我想这些东西 实际上跟各位能够真正的结合到一起 那么在讲课之前呢 跟各位来沟通这么几个层面 那么接下来正式的在讲证课之前 跟大家沟通两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学习与培训的境界 大家经常出来听课 当然我跟各位一样 我也经常出来听课 但是今天我们来听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有这种感受 就是这个课程听来听去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你发现的 虽然课程听得很多 但是结果并不是很好 换句话来说 很多人的课程 当你听完了之后 你走进去之后 你觉得哎呀 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 很对 对吧 但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没啥用 对吧 为什么会有这种呢 那我想这里面可能是 在对博士的理解方面 有错位的地方 所以我首先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 当然 各位老总一定要记住 这个观点同样适合您的公司 如果您的公司架构培训体系 让员工来学习 对吧 各位关键是什么 你必须要知道 你是哪一种层次的培训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 培训的第一种境界 叫做什么 传递知识 传递知识 所以我们在 很多大学里面的工商管理学院的MBA 在课的时候 讲完课的时候 我们很多学员 当然我们很多学员都是像在座的各位一样 都是老板 那么这个老板下来就讲 哎呀 说这个老师 用两天的时间 讲了一个组织行为学 说这个讲的太复杂了 各位啊 一个组织行为学 如果真正的想在大学里面 或者在正规的MBA教学当中来讲 两天是讲不完的 那么这个老师用两天的时间 把组织行为学给你讲完了 他已经够浓缩的了 换句话来讲 您听这老师的课程 他的定位是什么 传递知识 就像我们今天的 我们自己的求学经历一样 我们大学的本科里面 我们在读研读博的时候 各位 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做什么 老师在跟我们传递知识 所以今天来这里讲课的 如果是我们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 那么我希望您在听他的课程的时候 就不要再 实战方面对他太多的苛求 各位啊 很多坐在办公室后面编书的人 可能他的一生当中没有十天在企业里面呆过 对吧 所以他看到了别人在舞台上的表演 他所做的是对别人故事的总结 所以他能把别人的故事给你讲出来 并用知识框架讲出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各位 我们很多老总学院家的课程说 哎呀没有用 你的听课定位不对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说一句最实在的话 你说我们读大学有没有用吗 对吧 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会发现 我们读大学没什么用 各位你试一试 你没有读过大学和读过大学 你试一试 对吧 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从老板这个层面上来讲 可能不具备这种分水领 说我们今天中国的老板做的越大 学的越低 对吧 但这毕竟不是未来的趋势吗 今天你可以说大学学习没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我 大家做父母 我也做父母 我们谁敢 这样来讲 说明天我的孩子不让他出来 我想可能会有 但可能不是你跟我 对吧 所以各位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听课的时候 这个讲师的背景是什么 对吧 他是在传递知识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比传递知识稍微高一个层次的 就是启发思路 启发思路 启发思路 所以这些年呢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的企业界又来越像娱乐界 所以我们的企业界又来越像娱乐界 所以我们的媒体到处在什么 到处在追我们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的老板也到处在做报告 各位 他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 他把自己曾经奋斗的历程 拿出来 向大家来传授 同时也希望什么 启发大家的思路 毫无疑问 这一点 所以对我们的企业家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的学点型的专家 他也会什么 启发思路 对吧 他谈一下 那么百事可乐 可有可乐 当年的市场营销的过程当中 因为可有可乐 对百事可乐的瞧不起 所以导致百事可乐的崛起 所以百事可乐 最后在可乐市场上 形成了自己全新的风格 年轻造季 对吧 我相信这种观点 对你也会有启发 但是 今天我们中国对企业家的培训 进入到了第三个层次 叫什么 解决问题 那我相信 我们企业内部所安排的培训 也必须要这个方向来推导 换句话来说 今天我们设计这回档课 必须要逆向设计 必须要逆向设计 那么所谓逆向设计是什么 就是 从解决问题定位 然后来启发思路 传递知识 启发思路 传递知识 谁在负责这个音响 音响给我稍微调一下 好不好 让音响师给我稍微调一下 工作人员 好吧 那大家听起来时间长会刺耳 所以我们看到了 培训有三种境界 对吧 所以第一种境界叫传递知识 第二种境界叫启发思路 第三种境界叫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所以各位啊 今天我们做企业 今天我们做培训 对吗 就是要解决问题 那么今天您来听我的课 到底您是干什么来的 可以不夸张一点讲 今天您来听我的课 不是学习来的 今天您来听我的课 是找出路来的 很多老总说 我不听你的课 我就没有出路 话不能这么讲 换句话来说 我有我的思路 我有我的方式 也许 我纵贯全国的项目 以及这方面精神的研究 和实战的操作 可能会对在座的各位老总 您有帮助 换句话来说 具体一点 今天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 认识问题 第一个是认识问题 对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从专业的角度 来认识我们的公司 从实战的角度 来认识我们的操作 对吗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方法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很多公司 今天您能来 走进这个课堂 最关键的是什么 它就意味着 您想对自己的工资 有所调整 您想对自己的事业 有更大的定位 但是 为什么很多人 有想法 没方法 对吗 所以我今天的课程 要解决认识问题 要解决方法问题 当然在讲课之前 跟大家沟通 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培训的三种境界 那么当我们的企业 未来在做培训的时候 我相信 各位能够很好的 来选择 不同的老师 当然您出来听课的时候 你也能够有很好的心态 对吧 假如说您来听课 今天给您做报告的是 大学商业院的教授 院长 对吧 甚至国内大牌的经济学家 那么你要听课的时候 记录 他在起 他的什么 传递知识 启发思路 所以啊 这是啊 第一个成本 大家在讲课之前 跟大家所做的沟通 叫培训的三种境界 那么第二个大家所沟通的是什么 就是关于所谓的实战 实际实战是什么概念 所有的实战 他都必须来与理论 对吧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很多客户 在讲一个基本的观点 我说要搞小企业 搞小公司 不需要理论指导 只需要什么 人生感悟 以及经验积累 但是 搞大企业 没有理论的指导 总有一天 你会走进死胡同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必须要把这种理论 要翻版成实战 换句话来说 今天我们的课程的设计是 特重于 实操层面 操作层面 操作层面 所以我相信后面 您将会在大量的内容当中 来听到这些课题 当然我对实战当中 要特别的说一句 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个 基本的观点 就是实战和理论 给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学者和专家的区别 学者是什么 学者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 专家是什么 专家是把简单的事情搞简单 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 实战专家都是有瑕疵的学者 换句话来说 实战的专家 您在听他的课程的时候 你必须要意识到 他可能没有那些理论专家严谨 没有那些理论专家 绝对的天衣无缝的系统 对吧 那我想这就是实战他的缺陷 换句话来说 他是直奔主题 直奔核心 对吧 那么如果说 在这个层面能够理解了 那么您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的企业界 急需实战指导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的企业 大多数的企业都处在成长阶段 但是成长阶段当中 他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他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 所以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 做这么方便的一个疏打 那么第三个层面 也要跟各位沟通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是什么 就是今天 我们在对推动这种 成长型企业的平均与突破的 实战专题课程的过程当中 那么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到 一个基本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您要尽力 我要进行 对吧 换句话来说 您要投入精力 我展示功力 所以这样我们对接 才能非常有效的体现出 它的什么潜在的价值 那么今天的课程当中 特别的给各位来一点提示 那么这个提示是什么呢 几句话 第一 你必须要心水我动 所以我今天的课程 为什么课前要加这个说明 因为各位也了解到 今天我要讲七个小 六七个小说的课程 但是我今天讲课程 我没有投影 所以说我当然要在讲课之前 一定要让各位了解 我课程所安排的脉络 以及我课程的特点 对吧 所以第一 你要心水我动 还有一个广告 鼓立要来做过来 叫心水我动 大洋摩托 对吧 所以你要心水我动 因为我这里面 快速的思维和思路 你要跟着我走 那么这是第一个程度 第二什么 第二一定要问题碰撞 所以我今天课程里面 所谈到的 就是我们成长型企业 大量的管理运营的问题 当然也包括我们市场 和人才方面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 必须要跟各位进行 问题碰撞 问题碰撞 第三个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思路 对接 目的是为了思路对接 对吧 目的是为了思路对接 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套路 感受 那么换句话来说 今天如果我想 我们想让我们的公司 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今天你有你的套路 对吧 今天我讲课当中 大量的使用 我们操作的套路 我相信中国有句老话 非常有道理 叫什么 叫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对吧 所以我这个套路 你要感受 对吧 我是怎么来调整企业的 我们是怎么把企业 进行创新 进行变革的 对吧 当然我想 这四句话 也是我们今天课程当中 给各位的特别的提示 叫心水我动 问题碰撞 思路对接 套路感受 那么接下来 我要用两分钟的时间 把我今天全天的课程的框架 给大家来做一下输导 然后我们将进入到 我们的核心内容 那么我今天一天的时间 要讲四大专题 那么专题的总核心 叫成长型企业的 平静与托 第一大专题叫什么 叫企业 实战 运作的核心 叫企业 实战运作的核心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 是我们要探讨两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操作 第一个是什么 叫聚焦核心竞争力 第一个叫聚焦核心竞争力 所谓的聚焦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今天 我们真正的竞争本质是什么 对吧 各位今天你的公司 在同行当中 你为什么会输给别人 今天你在你的行业当中 你为什么能够打败别人 很多人讲 如果我们来听 我们的业务人员的汇报 怎么讲啊 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我们的价格有问题 我们的品牌有问题 对吧 还有什么 我们的管理有问题 诸如此类 各位这一切都不是本质 换句话来说 解决这些问题 并不能使这家公司 真正的走上新的台阶 那么我们今天实际是 借用了这个核心竞争力 所以各位您听我的课 不要拿书本的框框 和书本的概念来进行对接 换句话来说 您听我的课 书本上绝对绝对没有 但是我敢保证 您要只要敢用 绝对绝对管用 所以我们在聚焦 核心竞争力里面 最后总结出三大指标 一家公司之所以输给另一家公司 是因为三个层面没有人家优秀 第一个层面是什么 老板 所以我们的老板输给了人家 当然这个老板是一个集合概念 就是各家公司的高层决策职 就是老板 对吧 但中小企业就是什么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废 中小企业的什么 老板 那么我们的老板输给了人家 这已经我们输到了50% 对吧 人家的老板怎么想问题 人家的老板怎么安排事情 人家的老板什么样的观念素质 对吧 当然这个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 给大家来掀开 做一分析 就是老板的关键点是什么 老板的问题点在哪里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老板 第一个指标 这是我们竞争的本质啊 各位啊 我们为什么输给人家 今天在说的很多都是老板 你为什么输给别人 所以你第一个要反省的是自己 而不是去市场上找答 各位 我们企业里面大量的问题 之所以在市场可以看得到 是因为顾客和份额 是我们感受到的 但是真正的根本是什么 大量问题的根源在公司内部 所以公司内部 是我们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根本 这是我们的本质啊 所以第一个指标就是老板 第二个指标是班底 所以我们的企业 为什么会输给别人 因为你的班底不如人家的班底 简单来讲 就是你某一个市场 对吧 甚至是某一个地区 你的主管输给了对方的主管 对吧 所以最后我们的企业输给人家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指标 是什么 模式 所以 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体验 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营销 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管理 对吧 各位啊 今天我们 走到大街上 对吧 特别是我们今天走进机场 我们能够看到在企业管理层面 这些书籍 毫无言海 大家今天我的课程设计 为什么是这种风格 因为您来听我的课 我的定位是什么 我是教你做企业 我不是教你做学问 对吧 所以我要教你来做企业 我必须要拿出一些最实实在在的 能够总结出来的 一身见血的 各位今天我们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首先是老板 其实就是人才官底 其实是什么 模式 对吧 所以我后面将会在这个层面上 拿三家企业 都是我们亲自操作的企业 一家是我们在防级机领域里面 走国际化 操作的上市公司 终结防级机 在我们浙江的台中 那么另外一家什么 是在一个小行业的大公司 全国性市场 杭州这家企业 还有另外一家是区域性的名牌企业 是河南那家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都是我们亲自操作的 所以我有发言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这些公司跟大家非常非常的接近 因为他们是典型模式 对吧 比如说有做贸易起家的 我想我们这里面在座的老板 就有做贸易起家的 对吧 他做贸易起家 做了这么大 你做贸易起家 为什么你没有做起来 对不对 所以模式 他将签到公司的方向 所以这是第一个 实战运作的核心的第一点 叫聚焦核心竞争力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企业的经营 我当中装进去了 一天 杨老师要讲多少内容 到底要讲什么 哪些方面的安排 所以至少第二个专题 在这个专题里面 我们要讲两个小专题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演变 就是演变的层次 第二个是什么 叫你认识成功 叫认识成功 那么所谓的 这个不用解释了 认识成功实际 我要讲两个方面 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们中国的中小企业 成长型的企业 从前的成功 等于什么 未来的成功 它又等于什么 当然我这里面 是从操作层面 来给各位介绍 所以当我写等号的时候 大家要意识到 我这堂课程的设计 它的主要的风格 是傻瓜式的套路 说白了就是什么 一目了然 对吧 说白了就是 可以这么做 说白了就是说 通俗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的事情 根本没有那么复杂 对吧 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人复杂 而不是事情复杂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 叫企业 实战运作的核心 那么这是第一大专题 那么第二大专题 就是开始回归到对我们成长型企业的分析 叫什么 叫做认识 环境 把握 正经 我想这个专题可能会下午才能展开 那么在这个专题当中 我们也安排了两大专题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成长型企业的特征 与趋势 所以我们成长型的企业特征是什么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那么这是这个专题当中的内容 那么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成长型企业的致命伤痛 所以各位啊 今天我们经营公司 今天我们面对企业 大家在这个层面上 我相信 都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都有自己的一些认识 当然我今天也在这个层面上 把我们成长型企业的致命伤痛 对吧 跟大家来做出这方面的剖析和解释 各位关键的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要让大家理解 这些致命伤痛解套的套路是什么 所以这上第二个专题 第三个专题 从这个认识环境把握正解 深入到改善不利的分析 就是我们的企业 为什么会改善不利 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会改善不利 对吧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就要展开 关于所有的什么 创新根本 对吧 创新根本跟大家谈什么 跟大家谈 我们一个企业要调整 表面看来是因为什么调整 但实质是因为什么调整 所以 这个专题要展开的是 整个企业改善不利当中 我们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原因的分析 所以这上第三个专题 第四个专题 实际是对前面所有的内容 做盘点的一个专题 叫什么回归本源看发展 叫做回归本源看发展 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我有重要的有一个核心的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 叫做阶段对策 那么所谓的阶段对策 就是我们的企业从创业开始 到长长 长熟 到出现重大问题 对吧 甚至是到什么 辉煌顶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分为几大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 它的重点的内容 以及什么 它的重点的特点 所以啊 这是最后用的一个专题 来收我们所有课程的尾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将进入到 我们的第一个课题 叫做企业实战运作的核心 叫做企业实战运作的核心 那么 在这个专题当中 第一个层面 我们要接触 刚刚跟大家做了一下 简单的疏导的一个课题 叫聚焦核心竞争力 叫做聚焦核心竞争力 那么聚焦核心竞争力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老板 所以各位啊 今天我们的企业 为什么在市场上 会出问题 对吧 今天我们的企业 为什么会 干不过别人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企业 为什么会输给别人 第一个就是老板 那么老板 我们怎么来讲解老板 对吧 我们把老板 当成企业的一个成功指标 那么换句话来说 东方也罢 西方也罢 它都有一个基本的理念 就是什么 领导领导 领导就是领先开导 领导是什么 领导就是站在一个企业前面 带领大家向前走的人 所以我们中国就属于叫 兵雄雄一鹤 将雄雄一鹤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的老板 输给了别人 我们的企业在很大的一个层面上 已经什么 已经输给了别人 那么老板第一个 我们要接触到老板的关键点 老板的关键点 老板的关键点 那么老板的关键点 从几个方面来讲 就是今天 我们的老板 要想能够从草码 变成专业 对吧 从专业变成更高水准的 企业下 我们必须要关注 这几个层面 对吧 那么第一个层面是什么 叫做决策力 决策力 所以我这里面 在关键点当中 要讲几例方面的修炼 也就是今天 我们要聚焦突破 对吧 今天实际上 在很多的时候 考验我们的决策力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判断 与选择 这是今天考验 我们中国企业家 在决策这个层面上 非常核心的内容 但是我们今天 中国企业家 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就是 不知道什么叫决策 很多人听了之后 可能很不服气 对吧 说我经营公司 从当年我 两万块钱起家 今天我做的两百万 两千万 两个亿 二十个亿 我怎么就不知道 什么叫决策 各位决策是专业 一定要记住 决策是专业 但是它有七分是零性 它只有六分是 它只有三分是什么 专业矿价 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最缺的就是这一点 对吧 我们中国的老板 出线条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什么 科班出身 对吧 像我们联想的刘总啊 包括联想 少帅杨文庆啊 这些都属于科班出身 第二类是什么 半路出家 今天我们在里面 在座的 就有许多是半路出家 对吧 那么还有第三类是什么 江湖出道 所以这类老板 在一个一些地区 黑白两道好使 对吧 所以我们的老板在后两类当中 他最欠缺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企业 如果像堆积木一样 或者像算方程式一样 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框架 当然我今天谈这里面 都要意识到 在今天的这个层面上 我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课题展开 但是我提醒在座的各位 实际这种专业的判断与选择 假如我们 我们非常世俗一点来讲 你今天根本不必读太多的书 你随便到这里买一本 关于决策的书 这些书因为都是互相抄袭 你随便买一本 然后你回来看一看 对吧 当然 你看懂和你会用 这种肯定有个差距 但是他一定会给你装一个框架 对不对 各位啊 如果这个框架没有价值 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 在做标准的和规范的 可疑性项目的论证 因为他就完全是在决策的范围之内 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 决策力实际上 谈的就是什么 六个字 头两个字叫感想 感想 对吧 今天我认为 成长型的企业 你是不上不下 你敢想 世界就站在了你的一边 对吧 因为感想 不是说瞎想 对吧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 蛮干 但感想它代表的是什么 你要有冒险的精神 你要有创造力 同时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你要意识到 经营企业 它就是七分算计 三分估计 必有风险 对不对 所以要感想 所以要感想 感想完了之后 中间两个字叫什么 叫慢定 中间两个字叫慢定 所以叫感想 慢定 这是做决策的套路吗 实际上各位老总 过去您做决策的时候 就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您自己 从来没有这么总结过 对吧 就是感想 慢定 然后一旦定下来了 那么最后两个字叫什么 快做 所以时间不等 对吧 所以要把握机会 所以机会就像天边的彩虹 转瞬即逝 所以各位这是什么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 把决策 定位成企业的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在哪里能够展现出来 在老板那个成员上 换句话来说 这是我们今天做企业家 做老板 非常关键的地方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在这个层面都有了解 你看我们现在 整个在全国范围之内 由于山东省为甚 现在在做什么 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 对吧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回过头来 看一下我们过去 国有企业的很多老板 他在做拍板的时候 在做决策的时候 为什么后来我们中央的很多领导 把他们叫三拍老板 对吧 一拍脑袋 想了个主意 干了 什么两个亿 二十个亿 五十个亿进来 然后一拍大肚 哎呀 完了 对吧 然后最后发现 这个摊儿熟熟不了 所以下届领导来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是干什么 风筝 对吧 他前面搞得这么乱糟糟的 让我来了之后 让我来 不行 我整不了 扭亏为盈 各位 那得看你亏多少 对吧 你亏两千个亿来 那怎么扭亏为盈 把家里的锅都打了 拿了卖了 那也搞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过去我们为什么说 很多国有企业的老板 叫三拍老板 各位啊 这种毛病 照样发生在我们大量的民营企业身上 对吧 一拍脑袋 就这么干 所以我们今天 我在国内看到许多的企业 当他跟我在讲他的梦想的时候 各位 这些年来 因为我十年当中 这十年当中 我每年大约有六到八个月 我生活在企业和企业的一切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过滤掉了那种知识分子的很多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 那种浪漫对我而言 都已经变成了非常时代的思考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跟我讲他的理想的时候 我首先不是在听他的理想 我是在模拟他的这种理想落地的地方 对吗 然后我问他几个简单的指标 我根本不用知道他的数字 我根本不想去听 他这个行业有多高的成长前者 对不对 就像联想的刘总当年曾经讲一句话非常有道理 他说我联想做事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 有钱赚没人干的事情 我不干 对吧 虽然这个行业很有钱 但是我没人干 我不干 第二 有人干没钱赚的事情 我不干 第二点 我们也不干 对不对 有人干没钱赚 我们当然不干 第三点 有人干也有钱赚 但是跨行业跨了太厉害 我不干 各位啊 柳传志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企业界非常成功的什么企业家 但是我相信像他这么实在思考问题的中国企业家并不多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地区的企业家 我是这里的政协委员 我是这里的人大代表 然后在这里面我手里掌控了多少资源 所以我经常提醒他 我说你现在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你现在必须要把握一点 就是不去做什么 而不是去做什么 换句话来说 你现在的诱惑太多 你现在的资源太多 对吧 就像我们谈孩子一样 从前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瘦啊 因为我出生在贫穷年代嘛 对吧 跟我一样四十岁的人都出生在贫穷年代嘛 那时候我们不能说吃不饱穿不暖嘛 但肯定家庭生活在农村是非常非常的一般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又营养过剩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变成了什么胖胖的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好就行 对吧 所以当我们非常企业经营艰难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 那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大的发展 但当我们的公司发展起来了 我们的社会有定位了 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的资源和诱惑向我们扑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什么 要保持头脑的冷静 就是你记住你能干什么 你不能干什么 虽然不能非常非常迷信的讲 上天给你注定了 但是 你要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对吧 就是我们超越 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超越 各位今天你看到了 像我刚刚开始讲课提前谈到的 像新疆德龙这样的集团 可以说德龙集团的高层班底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实力的班底 但是他们今天为什么会出事 一个方面是他的投机经营 对吧 当然最后他失败于金融市场 另外一个方面最为关键的是什么 最为关键的是他在推动整个德龙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吧 他无限度的来使用这种资源 那么换句话来讲 我认为 实际上企业的盘子最后超出了德龙高层的掌控能力 然后又因为整个在金融市场的操作的失败 所以他出现了像当年 实际上做巨人集团出现的相同的问题 就是资金链断裂 各位搞企业搞来搞去 搞小公司资金断档并不可怕 可怕是大企业资金断档 他有一百个亿的资金缺口 你上哪里去偷去 你就是砸银行对吧 你还得砸几家银行 可能才能搞出这么多现金了 一家银行都不够 对不对 各位 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 这些老板都是赤诈窃窃窃风云人物 但他们的失败都是失败在非常非常小的方面 实际是决策出了问题 对吧 决策出了问题 所以各位这就是 今天我们来谈企业家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例就是决策力 当然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话题 能够让大家意识到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决策 它是可以通过专业修炼提升的 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吧 不是说简单的凭经验的积累 经验是很重要的 但专业尤为重要 为什么 当你做小公司的时候是经验取胜 做大企业的时候 必须是什么 专业至上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客人的安排 除了实战以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业 做这四个字 谁这个客人的定位 就是实战 专业 实战 专业 专业 实战 就是你光实战 没有专业你是草莽 对吧 你光专业你没有实战 是什么 你是理论派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企业家 考验我们的是什么 决策力 决策力 那么第二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经营力 这是今天考验我们中国成长型企业的专业能力 也就是换句话来说 你今天做老板 对不对 你今天做老板 如果想把一家公司做好 特别是当你的公司有了一定的基础 且不用说你有多少分公司了 对吧 就算你一个单厂 单一的公司 你已经成为小规模型企业 对吧 那么有三大问题将对你非常实在的加以考验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规划战略的能力 各位战略不是一切 但战略是开始 换句话来说 小公司没有资格谈战略 对吧 也就换句话说 我们很多的写书的专家在告诉你 所有的公司在做的时候都要去重视战略 我可以告诉你 小公司没有资格谈战略 因为战略跟什么有关系 跟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们公司没有资源 我们谈什么战略 你们家今天要开一个商店 对吧 你就考虑怎么样把货打理齐全 然后重新让你有一个思路 就未来我这个商店做的好 我可以把它变成拖拉斯 变成连锁 对吧 唯一由你到那天的时候才去考虑战略 但是我们今天成长型的企业 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像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对各位大家的企业 我也做了一些背景的了解 对吧 可能您的公司是一个中小集团公司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相当的规模 对吧 即使是单场 你在行业当中也拥有很强的实力 在这个层面上 规划战略对你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梳理思路 梳理发展思路 简单的来讲 当然战略 这些年来一直被企业家所重视 对吧 不过可以跟大家这样讲 我们今天指导中小企业 基本上在战略这个层面上 最多给它不会超过三篇指 中小企业 长长型的中小企业 在20家以内的分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 当这家公司它的规模 没有足够大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战略同样存在着不严谨性 那么换句话来讲是什么 我们只能做五年的规划 做三年的定位 做什么年度的计划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 也是我们的企业能够做的 因为今天的市友会变化的速度太快 从前我们认为可以做三十年 十年 五年的战略规划 今天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转瞬 转眼计 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吧 所以这个世界三年 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科技型行 所以 我们的经济力考验的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考验我们的就是 规划战略的能力 规划战略的能力 当然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过去听的专题课比较多 我们将来也会对大家来安排 对吧 就是实战战略方面的操作 但这一切 各位观念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专业 这是我们的专业 就是做企业家 做老板 成长型 也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这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它必然要面临未来的选择 对吧 它必然要对未来做出相对的规划和定位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 叫做规划战略的能力 第二个叫构建组织的能力 今天我们的很多企业 为什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普遍感觉到人才短缺 各位 实际我们的企业 从表面看来确实是缺人才 但从实质上看来 我们大量的问题都在组织 今天在中国的企业界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企业家 并不多 也就是他能够认识到 我公司大量问题的根源是在组织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无人可用 对吧 而不是说什么 今天我公司管理面没有模式 为什么说大量的问题在组织 第一因为组织的定位的滞后 所以导致了公司大量问题沉积在表面 第二什么 第二就是我们今天给企业调整当中使用的八个字 就是成长生企业我们调整他 普遍的使用这八个字 叫什么 叫搭檀突破 八高用人 叫搭檀突破 八高用人 这八个字如果能够误透了 这就是堵着 今天各位您的公司为什么 很难培养出合格的销售精力 今天您的公司为什么很难培养出中高端的人产 因为你不曾给他搭过檀 人是需要机会的 人是需要培养的 但用什么培养 对吧 必须立足在组织的高度来培养 所以我们把它通俗点叫什么 叫搭檀突破 八高用人 八高啊 就是这个人的人才的能力和他的素质 今天你让他来做这个部门的经理 他的能力实际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对吧 但是 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把他八高使用 八高使用 对吧 八高使用 所以这叫什么 构建组织的能力 这些课题我们都将会在外面后面 为大家展开 我们战略了组织 对吧 但是我们把它落地到哪里了 落地到企业的操作 落地到企业的操作 第三个是什么 叫做用人 育人的能力 这是我们企业家的经营力的三大层面 那么所谓的用人育人的能力 不用多解释了 对吧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但这里面谈的是用人加育人 所以人要使用它 同时也要培育它 对吧 同时在用人和育人的过程中 能够营造成自己的风格 所以中国的企业实际上 你推动标准化管理也好 你推动亲情化管理也好 你推动人意化管理也好 实际万法归总 就是什么 东方的文化有它的特点 实际是六分人情 四分标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把它能够真正的运作到位 对吧 像我们说 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有三大英雄 或者是什么 三位修主 刘备 曹操孙权 对吧 刘备 曹操孙权 他们在用人和育人方面 最大的分歧和不同点在哪里 刘备忍耻 所以人不忍耻 对吧 所以很多人讲说 刘备的江山是哭懒 是不是哭懒的 咱们不知道 但在整个的三国演义的作品当中 展现出来的刘备什么 刘备忍耻 所以人不忍心 所以人不忍心欺负 对吧 第二孙权 孙权什么 孙权英明 所以人不能忌 所以曹操当年呢 赤壁之战的时候 曾经站在北岸发出感慨 说生子当务孙仲谋 孙仲谋就是孙权嘛 他说生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 而不能像刘表的儿子 对吧 所以把荆州拱手让于我 所以孙权英明 人不能忌 而曹操这个家伙呢 给他下个结论就是曹操 严敏 人不敢忌 对吧 这个家伙非常严敏 至君严敏 对吧 但是对自己的要求 有时候比较严厉 有时候比较宽松 但因为他是老板嘛 对吧 他可以那样 别人不行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些用人育人的能力 他是需要你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 对吧 所以我们下次课有我们公司的顾问 总顾问师谢一东博士 给大家来讲课的时候会谈到 领导的这些权 术 道 那么这些东西当中就包含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 对吧 你怎么样用权 怎么样育人 所以这是第二层面叫经营力的修炼 那么第三是什么 叫做影响力 所以啊 做老板 首先 我个人认为 是一种精神 然后 是一种专业 其实这就是聚焦突破 对不对 就是聚焦来修炼 影响力 影响力 对吧 什么叫领导力 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对吧 人家为什么会愿意跟着你走 人家为什么愿意站在后面撑着你 这就是影响力 所以影响力这里面 跟大家简单的谈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叫什么 叫思想引领 所以各位啊 今天我们感受到 我们的各家公司 老板之间 有一个看不见的区别 有一个看不见的区别 就是有的人有思想 有的人没思想 所以有思想和没思想的区别是什么 在这个层面上 我想我也不用给大家做更多的解释 也就是有思想的人 他有自己的理念体系 这个理念体系不简单的是大家所理解成的 企业文化 不简单的是这个概念 对吧 那么更大的是什么 他这个人确实有他认识问题的系统框架 而对我们的团队来讲 我们的老板能够从思想上引导团队 这种无形当中 他所带来的团队战斗力 是看不见的 但是是绝对感受得到的 对吧 所以第一个层面 影响力就是思想引领 第二个叫什么 境界修炼 各位啊 做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 就在做什么 就在做心态 就在做心态 也就是我们的心态 是否能够变得很平和 对吧 我们的心态是否能够在我们的境界的层面上 变得能够理解自己 理解别人 理解团队 理解发展 对不对 各位这两年境界这个词 逐渐的进入了中国企业家培训的行列 对吧 境界是什么 对不对 境界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定义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境界都有他的理解 对吧 但境界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做企业 做心态 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的公司能够通过我们的团队 推动到更高的位置 我们就能够在心态的层面上感受到 我们的团队有我们的实力 对吧 所以至少第二个是境界修炼 第三个叫什么 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非常关键的叫品格管理 品格管理 个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 把企业家的品格和他经营企业的成败 联系的这么紧 对吧 过去我们中国对企业家的前程 里主的叫什么 叫生意人 对吧 我们对生意人方面一个基本的定位像什么 无伤不坚 换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老板 你们都是奸商 对吧 但今天我们看到了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老板的人格魅力 以及看到了什么 那么企业家的品格魅力 它将会影响到公司整个的运行 和公司的发展 那么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品格管理 就像今天我们见到很多老板一样 对吧 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我们感受到的有很多人很羞的 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人眼睛长在头上面 我们感受到很多人的爆发户 各位这个面具必须要想办法把它拽掉 爆发户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 对吧 各位这是点成了品格管理 而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 很多的时候您身边的很多朋友 您能够感受到 对吧 今天可以这样讲 今天我们团体里面在这的每一个人 您身边的朋友都是有钱人 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想赚一点钱是不难的 但是把这种钱转化为财户 财户转化为社会当中共享的东西是不容易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 跟各位所探讨的什么 企业家的三力修炼 就是关键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企业家 为什么会输给别人 你可以去看决策方面 我们输给别人 对吧 经营专业方面 我们输给了别人 第三点 做人方面 我们输给了别人 当然我们把做人方面把它放大来看 叫做什么 影响力 对吧 影响力 我们输给了别人 那么第二个层面跟大家来介绍什么 问题点 就是我们今天成长型企业 企业家的问题都在哪里 第一个层面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企业要想进步 但是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主要的力量 第一个力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的老板 所以我们很多的识号 特别是今天我们都是属于在座 都是企业家 都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对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经常讲 说杨老师的课 叫好 难叫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听杨老师的课 必须是公司的高层 以及老板 否则的话 听课的人会非常着急 他怎么着急 他觉得这个课 应该让我们老板来听 对吗 让他来听了 他觉得我们老板 应该做这方面的调整 反过头来讲 这是我们特别设计的课程 我企业家的培训 肯定跟对经理人的培训 他有不一样的定位和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关键点 问题点是什么 就是高层 转型缓慢 所以导致了我们企业 升级艰难 虽然在座的各位 每天我们可能在企业里面 都在来推动 说我们的公司要创新 对吧 我们公司一定要进步 但是 这种高层转型缓慢 企业升级艰难 实际上是我们从老板这个层面 感受到的第一点 而且我相信也是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坦诚 你也应该知道 对不对 真正的你有创新的意识 但是当这种措施 伤及到你的习惯的时候 你首先就会反常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层面上 看到的是什么 在企业里面 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什么 就是改造企业的过程 首先是什么 改造老板的过程 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长达型的企业 这一点非常明显 对吧 大企业有时候老板 他已经成为什么 他已经只是成为一面棋而已 对吧 但是我们中国的老板 不但是棋 他还是要推动这个棋的风 甚至是棋杆 对吧 所以他的这种改变 那就非常相似于当年的阿姆斯特丹 登上月球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有什么感受啊 他说我就一个感受啊 我个人的一小步 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对吧 也就是在他之前 我们从来没有人登上过月球 而他登上了月球 就代表了人类登上了月球 走向了外太空 各位我们的老板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座的各位 如果您能够往前走那么半步 你的公司将会往前卖一大步 对吧 所以这是啊 我们的高层转型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改造企业的过程 就是改造企业家的过程 对吧 这个观点虽然略有偏激 但实际上它首先是核心 对吧 你怎么经营企业 你的观念 你的思维 你的思路 你不能够往前卖一大步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 你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办 可以 你怎么不让他 你的思路 对吧 这不是 你怎么不让你 你怎么办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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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